接下來我大概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這一次課程 大概上課內容 大概剪掉講一下 待會的話我會先做一個自我簡介 然後可能需要一些 上課的話可能會需要用到一些 因為這門課只有7個小時 其實還有很多延伸性 需要學習的部分 我會介紹幾本參考 我在講義裡面也有啦 你可以自己稍微參考一下 另外的課程簡介 我會把它分成 E-Sale裡面大概有250幾個函數 那250幾個函數的話 我把它大概分成五大類的函數 那是比較常用的 而且使用率非常高 那使用率非常高之外 就是說除了那些 像SAM、Average這些常用之外 其實還有更重要的函數 它的好處就是說 你可以在很短的時間 可以把你的問題解決掉 不需要突發煉鋼 因為其實效率非常重要 現在大家都會希望 趕快把一件事給解決掉 另外的話 現在還有一個趨勢 大數據分析 因為資料量越來越多 然後你希望很快的 可以把你的報表給做出來 或者是把一個圖表給做出來的話 你需要做前置的這種大數據分析 那第一階段一定會面臨到 你怎麼樣把一個 你需要的結果給做出來 相關問題 那最簡單的方法 一定就是用函數 那內建函數有250幾個 那可是還有同學會問說 如果說那些函數 有些功能 在eSale裡面 假如沒有的話怎麼辦 其實還蠻多的 工作裡面需要 可是沒有 那可能會需要 你要自己把它變出來 那變出來的動作 其實就可能要學 上面還有高階 有沒有 我們有三個階段 不過高階好像只有開啟 之前開過 那高階的話就是要學寫什麼呢 學一些VBA程式 eSale裡面還有個VBA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這東西 其實這東西越來越夯 主要原因是因為 工作裡面有越來越多的需求 是做不到 你要把它變出來 那那個功能的話 你只要做出來之後 它就可以很快的 把你問題解決掉了 那當然效率差距 實在是非常遙遠的 可能我已經做好了 你還在這邊 剛開始想要怎麼做 甚至資料量大的時候 那不得了 突然發現這樣真的不是好方法 就跟你走路到桃園好了 跟你開車啦 當然如果高鐵的話 坐高鐵最快 OK 所以類似的概念 那我們後面大家有這些範例 各位稍微看一下 那 大家自我簡介一下 今天要找到我很簡單 你Google 那關鍵是吳老師 這個關鍵是 Google 在Google裡面找 前五個連結都有 我剛剛有Google一下 前面五個連結 第一個配局 關鍵是吳老師 全世界叫吳老師人這麼多 那前五個都是我的 但我跟Google一點關係都沒有 主要原因是因為 我在很久以前 十幾年前就開始 盡量的把自己的東西分享出去 有點像分享教學 現在有分享經濟 那未來的趨勢其實就要分享 如果你不分享就看不到 不可以看到 大家沒有機會了 OK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是 你在做了很多東西 讓人家認識你 那當然也不是刻意啦 其實我也很喜歡就是說 我要教你 我就一定要把你教會 如果我不把你教會的話 那其實感覺好像自己沒有把責任盡 所以我就盡可能一定要把你們教會 所以待會的所有動作 我會把它錄下來 所以如果你有細節不太懂 沒關係 你回去再看過 沒關係 那現場你可以先自己先試做看看 如果實在不行 回去再看一下 沒關係 OK 所以上我的課的同學 其實還蠻幸福的 像我會 我目前在哪些 很多單位 像東吳啦 文化啦 這比較大的那個推廣部 都有開課程 那課程名稱的話 都是以前有VBA 那一樣是從函數到 剛剛講的自動化部分 因為現在如果你懂自動化 也很吃香 為什麼 所有事情一鍵就完成了 真的可以一鍵完成所有的報表 自動輸出 而且自動列印 自動寄給需要的人 那感覺很好 可是前提是 你要把那些事情給做出來 那我在文化 那個志強 還有等等的 新北市勞工大學 都有開設類似的課程 那當然主軸是在 如何解決大數據分析的問題 OK 那現在一直大家 經常提到大數據分析 大數據分析 那其實對應到 就所謂的工業視點 工業視點是這樣 第四次的工業革命 裡面的主要 就是會有很多很大量的 像物聯網 所有萬物都可以聯網 所有東西都會產生資料 產生資料 你會資料越來越多 因為它二次小都會產生資料 那之後誰要去解決分析的問題 還是人要去做 那怎麼分析 那你要會用工具 所以相形之下 以Sale的角色越來越重要 用的也不是只有以前的什麼 用加總平均那些 還要用到更多 所以你的能力 我想如果你沒有辦法跟上 你會發現 什麼一直都還要加班 事情永遠做不完 原因當然很簡單 因為你的專業技能 沒有辦法跟上 整個資訊整個時代的變化 所以你會覺得很辛苦 但是如果你技能 可以達到那裡 說真的工作會很輕鬆 之外 還會很有成就感 而且你學完了 按下去大家都還在忙 你事情都搞定了 你還有閒暇時間 可以再怎麼樣 多一些時間可以做別的事情 像有些學生學了之後 他們時間變多了 還可以拿上班時間來練習其他的 把他的專業技能更提升 OK 好那這邊的話呢 稍微自我簡介一下 那我除了教這個課程之外 大數據分析之外 像手機APP設計 所以手機APP設計 也是一個專長 那其實可以把這些 全部串連在一起 那工業視點裡面 很重要的要素 像大數據分析 物聯網 雲端 還有剛剛講的APP 智慧型裝置的應用 如果可以把這些 全部串連在一起 哇那你的生活除了自動化之外 還多了一個所謂的智慧的話 可以變得很方便嘛 對不對 不過誰要去做 需要有人去做 如果你可以把這些東西 全部串在一起的話 未來 當然你一定會很被需要 OK 那另外的話 之前有TVBS採訪我 上電視 OK 那為什麼 因為我把那個大數據分析 還有手機APP的設計課程 帶到校園裡面 因為我覺得大學畢業生 不是學一些傳統的東西 因為他畢業之後 沒辦法應用 那很麻煩 到職場上還要再重新訓練他 所以為什麼會有低薪 因為他的專業技能 沒有辦法跟業界銜接 可是如果說他在畢業之前 都具有業界需要的能力的話 當然我給你多一點薪水是正常的 OK 所以TVBS就 找時間來採訪我 OK 那另外的話 我在智翔工作機會 得了一些獎項 明天叫教學卓業 卓業貢獻教師 OK 不是 只是讓大家知道 不是很重要 另外的話 還有底下 反正自己看一下 然後證照的話我才會三十幾張 所以我證照也是一堆 沒事的話就去考證照 你看老師沒事幹嘛考證照 反正就沒事嘛 就是要確定你的能力是OK的 所以當然我也建議 如果你沒事的話 你挑戰自己一下 另外 證照是一個結果 過程很重要 因為你要怎麼樣克服 像那個證照考試題目 一大堆至少50題 像有些都要實做的 上機考試 要一個小時之內 把那個五個題目 非常難的題目 一個小時內全部做完 而且要正確 70分及格 那滿頭大汗 時間過得非常快 要拿到證照也不太容易的事情 另外的話 我也有把一些上課的影片 也上傳到YouTube 所以如果你想要看我其他的課程 也歡迎到我頻道裡面去看 那我的訂閱人數已經超過一萬五千人 這是全世界的 而不是只有在台灣 所以我其實認識蠻多 不是只有台灣的華人 像之前上個禮拜 有個華人 新加坡華人 他特地就想要來台灣找什麼 找工程師 因為新加坡本地的工資太貴了 所以他希望來 他說工資台灣只有三分之一 可是卻非常強 所以他很像在那邊接案 在台灣這邊找工程師 他就Google了一下 就找到我 然後寫個信問我 我說沒關係 跟你約在東武大學旁邊好了 就跟他巧聊了一下 那年輕人才31歲而已 自己創業在新加坡 當然還有在美國 或者是其他各地 因為這樣的關係 Google每個月也會給我薪水 因為我把那個YouTube放了 現在有個名字叫YouTuber 有沒有 YouTuber 有沒有 加一個R 其實我也算是YouTuber 因為每個月其實 Google也會給我費用 為什麼 因為把影片放上去 那剛開始只是想要測試看看 讓學生知道說 這是一條對的道路 所以我要先確認吧 有沒有辦法收到錢 如果收到錢 我還叫學生網路 那不是逼他走懸崖嗎 對不對 所以我確定 這個可以 所以呢 這個當然其他還有 像那個諮詢委員等等的 OK 簡介一下 不過不是很重要 大家了解一下 那為什麼會找到我 我想應該有一點原因 因為我在這個領域 至少歷練也超過20年以上 而且我自己除了擔任工程師之外 也曾經有一段的創業經驗 擔任資訊公司的執行長五年 而且得到了 傑出創業 傑出什麼 傑出創業楷模的獎項 那為什麼會得這個獎項 主要就是 我花了非常少的能力 非常少的錢 因為什麼事都我自己來 為什麼 因為你才有辦法 怎麼樣 省到很多錢 那自己來做什麼 把所有工作流程 全部寫成程式 一鍵完成 以後的話 員工只要有系統 他就照系統做就好了 那這樣的話 我可以少請掉好多人 所以公司一定會賺錢 所以公司要怎麼賺錢 就是花最少人力 做最多的事情 盡量不要請很多人 不然的話 那個人事成本非常的高 所以創業才知道 這個真的不容易 不過也是一個還蠻不錯的經驗 OK 然後待會的話 我們接著要來看參考用書 那其實有關那個函數部分 有一本書我蠻推薦的 他這裡叫什麼 Exale 職場函數468招 那其實就是 裡面有468個有關函數的範例 現在其實我覺得書要賣得好 一定要多一點範例 為什麼 因為有這個範例 我可以學習 用在工作上 所以如果你想要把那個 所有的一些函數 學會的話 把這本書全部K完 不過這本書真的 468要把它K完還不容易 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 OK 所以再來的話呢 進一步當然VBR 不過這個可能比較進階一點點 還有呢 我們今天上課的資料 除了在講義之外 那我的平常習慣是把所有的東西都放雲端 所以甚至我上課的這個班級 其實基本上都五指化的 因為我都跟學生講講義在雲端 上課的練習檔在雲端 什麼都在雲端 就不需要頁印出來 而且這樣比較環保一點點 所以未來呢 如果說你們有一些細部資料 假如說呢你需要參考 像我寫完的公式 或者是後面還有什麼VBA 程式部分呢你想要參考的話 通通在雲端裡面可以找到 那這個網址就在下面 下載檔案這裡 go.gl 斜線 這個98QTHKO 大小寫字分 那裡面的話呢 你把它連進來之後 假設連進來這個 這個連結的話 那 這個連進來 我把這個 這個 進來的話裡面喔 就會有所謂一個叫 雲端白板的東西啦 你看 那裡面的話呢 就會有 我們需要上 當然除了說 上課的題目解答之外 還有很多更多的 延伸性練習機 所以這邊的話 跟各位做說明 那今天的話呢 接下來我們要 繼續 我看一下 我這邊好像有連一下 這邊有 那當然你連到裡面的話呢 其實也是這個 也是我平常常規 在很多其他單位 其他學校上課的時候 會放的一個雲端 對 這個 雲端的一個 硬碟 那裡面的話呢 有像雲端白板 我們 我這邊一樣分成有 五大類函數 另外有一個 第六類是 進階的 綜合性的 就是不分類的 那如果你想知道裡面的 解答的話 你會發現裡面有 練習檔 然後還有解答 你可以把解答打開來 那會有很完整的 包含就是說呢 我可能會把 答案的畫面 拍照放上去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說呢 可能需要用到的那些 相關的 相關的那個 函數的解答 通通會把它放在這邊 所以 像這個 這個公式 這邊有 所以後來 後面如果說 有些公式呢 你打一打 奇怪一直不正確 那或許你也可以拿我這邊的 公式 複製貼上兩個 比較看看 其實也是一個方法 那主要 為什麼會放這個 主要就是說 因為後續 我們還有高階班 在外面還有一些 可能需要撰寫一些 VBA程式的 也在這邊都有 所以當然如果 你想要 了解更多的話 在雲端上面 有更多的相關資料 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要 直接來看 五大類函數 我們 後面的課程就是 按部就班 所以呢 第一個的話 請各位 待會兒 先開啟那個 你們的 練習檔 應該大家都有下載 應該都有 然後呢 請各位 先幫我開啟 解壓縮之後 裡面當然會放了 有五個資料夾 那這個五個資料夾呢 基本上就是 這五大類的函數 反正 待會兒我們上課的流程 是 一個一個一個嘛 那所以今天到下午 反正就把這五個 資料夾裡面的 範例題 一個一個解答 那所以呢 當然如果你進度比較快的同學 你也許可以往前看 那 第一個請各位先開啟那個 文字與資料 有沒有 有沒有 打開第一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的這一題 這一題的話 在 這個入門班我們也提到 所以我們快速的Review一下 就是說 我們功能上的需求 這邊有個題目 如果說我要把這個結果做出來 方法當然不只一個 這邊有提到用REPT加上LEN 那當然你如果不用REP加上LEN的話 你還有第二種方法 你可以用什麼 用那個 把資料格式化的那個函數 格式化的話 你會想到哪一個呢 有一個專門做格式化 叫TEXTES 有沒有 TEXT 函數也可以格式化 那它這個邏輯很簡單 主要是什麼 如果我希望呢 把什麼 這個電話碼變成什麼 變成上面各位看到的這一個 093 就是格式長這樣子 一定是 前面的話一定09 然後呢 0930 30指的是電信業者 後面一定要3碼 3碼 那可是呢 如果你來源資料 不足3碼的話 你要補0 那其實補0是比較麻煩的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串接 直接串的話 串在一起是OK 可是問題呢 剛好三個字那就沒事 可是如果兩個字 你要補一個0 一個字你要補兩個0 如果沒有那就補三個0 那這樣當這地方的話呢 邏輯上 可能第一個可以想到 要用REPEAT REPEAT的函數是 重複哪一個字元 那理論上是重複0 重複幾次 你可以用LEN 判斷說 初春歌裡面有幾個字 那如果LEN是指 比如說裡面兩個字對不對 那你要補幾個0 用3去減 3減掉它的長 兩個字 就補一個0 那當然講完了 可是問題你要把公式寫出來 OK 其實當然 那如果你未來的能力可以具備 你想得到的 就可以直接打出一個公式 打勾之後呢 你的問題就解決 哇那你做起事 一定會很流暢 想到了就可以寫出來 而且一個問題出來 你馬上就知道用哪一個函數 哇那這樣是最棒的 那如果沒有這個函數 你還可以自己動手寫得出來 馬上把問題解決掉 不過有些時候 如果剛好你不會的話 哇那就完蛋了 為什麼智慧那一大堆 像這個是一個電信公司的客服 他每天都要出一個事情 他必須怎麼樣 把所有的電話碼串在一起 那每天都是幾萬筆資料的 幾萬筆資料 他用塗法列鋼 那真的要瘋掉了吧 所以要怎麼做 至少會有兩個方法 那請各位先試著想想看 剛剛講的部分 那如果可以先做 如果不行的話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題的解答方式 那當然在論文班 我們還有提到 就是你可以再利用前面 有那個工作表 也可以練習一下 比如說你不熟那個REPT 那你可以切到前面 先試試看 插入函數裡面 就會有那個文字類的 所以你在那個前面這邊 當然也有 這個可能前面 你可以插入那個函數 然後呢一個類別 就是文字函數 文字函數裡面 其實就有REPT和LEN 那你也可以從這裡面 去試做看看 因為呢 其實你要學函數不是背 不是去背它 而是要習慣 他插入函數之後 都會有很多的提示 其實我覺得以色有 我覺得大家喜歡使用它 主要是它還蠻貼心的 而且它很多的 怎麼講 它那個視窗裡面 都會有很多的指引 讓你知道說 即便你完全沒有使用過 這個函數 也可以藉由它的指引 達到你可以把那個 函數使用的那個過程 都可以把它弄出來 所以慢慢你可能要熟悉的 我覺得不是去背這個函數怎麼用 而是說你要習慣它給你的相關的指引 然後把一個問題給解決出來 這才是比較重要的 那大家如果這些都熟悉的話 以後你在使用這些東西 你會覺得其實還蠻愉快的 因為工作不再是有壓力 是一種很愉快的感覺 不過前提當然你要先把這些 剛剛講的這些東西熟悉 OK那請各位先開啟那個 文字與資料函數 那待會我們再來講 如何解決剛剛講的這個問題